好 开始了9月7号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星期六 是 大家好 是 今天是封烟的 因为是星期六 星期六是的 今天仍然有示威者去到机场 但是相对因为今天的保安很严密 警察在各大转车站和巴士搜行李 所以保安是很严密的 变成没办法 大部分人都不能进去 首先机场巴士会有车路线 今天从头到尾近乎完全封锁了机场事件 九龙站和青衣站都是封锁了 因为我有去到青衣站 我知道 青衣站是大量的防暴警察 香港站也是大量的防暴警察 唯一通的就是香港站至机场站 而在头尾都有大量的布防 基本上你就是 简单来说你不能进去的 所以今天去机场的行动应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今天是 而且我刚才在下午看新闻的时候 有一个人多着行李箱 但里面有两罐生油 被警察可能急了 嗯 其实挺危险的 是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机场的路 能进去就很难出回来 你要想一下 每一次进军的时候 你说打仗 行军打仗 你想出兵 但是也要想一下怎么退兵 退兵是很大的问题 又是有大量的人进去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走的时候 又会重复上个星期 就是邓靠克大撤退的时候的问题 是啊 没错 接着呢 因为机场似乎行动就不成功了 但是呢 就有大量的示威者 就变了 现在是每天都去太子站 是啊 现在太子站 真的变了 这个叫示威者必到的地方 昨晚呢 也都罕有地 地铁其实 全湾线封了三个站 就是邮马比 旺角和太子都封了 大家知道其实转车呢 官堂线转全湾线 或者调返线也好 其实是这三个站转车的 是啊 那三个站都封了 那昨天呢 我们呢 在佐敦站上车呢 下一个站开门呢 就是深水埗 那有很多人呢 我看到是转不了车 那也都要下车 要再转的 那交通工区再转 转回头的 是啊 因为那三个站呢 转车就只有那三个而已 变成你一封这三个 所有人都转不了车的了 就是几条线呢 三条线都汇聚不了嘛 那我们今早早呢 看回那些新闻呢 那又试了很多人 在那个油麻地啊 就是呢 都挺大规模的 这个破坏的装修 是啊 是啊 但是今天有个奇怪的现象 今天呢 有四个人呢 拉横額去大致站抗议 那那些职员看到呢 就立刻呢 就说危险了 就说商量过之后呢 就封门 喂 那很简单啊 以后每个站都派几个人去拉横額 那等他封了所有站 什么都可以了 是 是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不过很危险啊 转头有防部警察来的 你拉来 四个人 包括现在这一刻 现在这一刻 其实太子站是在红旗的 其实现在 是啊 沙田新城市广场也有集结啊 但是不知道那个场景是怎么样 是 沙田很多人 我们看到画面很多人 太子有很多人 是 那我们这次真的要集中 说回太子站的问题 因为太子站 大家知道我们 昨天 其实终于第一次 其实都传染了很久 第一次开始去探讨 这个831太子站发生的事件 那昨天我们用了一个角度 已经不是叫阴谋量了 我们其实都想了一轮 就用了 都不是用了 其实因为我们觉得 是跟六四事件是近似的 其实 就是那个门槛 是去到六四的级数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是网友打给我啊 或者PM过来呢 他们都是形容 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六四 是 所以我们用了 那个责任 就是那个举证责任 在这个警察身上 是要很高的 就是我们是要完全 假定是有发生过 而应该 他拿一些很确实的证据 出来去反驳的 如果不是我们所有人 是义无反顾 那一定要追查这件事 而追寻到底 其实 要当是六四事件处理的 这个是我们的看法 对于831太子站的情况 是 没错 好了 今天呢 这个叫做铿窗集 就讲解了这个831事件 就是他做了很多调查 都是一些新的 关于831 就是真是记者 去走访 去搜寻了一些证据 做了一些结论出来的 那我们这一节 就要重点探讨一下 铿窗集 怎样说的 是 那铿窗集呢 还是你说的 那铿窗集呢 他就说了几个问题出来 是 就是说当时 有三个伤者 是重伤 被界定为红色的 就是那个级数 伤势 但是呢 警方呢 就不将它 列入去里面 被人被捕的名单 就说他们 和别人嘔斗 打斗 而导致这么伤 其实是被警察打的 我补充一点 我澄清一下 最主要 最源头 就是为什么会传出这件 打死人的事件 最主要 开头 开头 我说的 最大的关键是 因为一个人数上的出入 因为警方应该公布 是有十个伤者的 当初 是 消防公布 但是送院的人呢 只有七个 最初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 的怀疑走出来 最初的时候 就是基于十和七的分别 是的 那外面那些人呢 就怀疑那三个呢 就被警察 监生打死了 所以用其他方法 是啊 是啊 当中呢 消防公布的呢 就是当时 当晚太子站 其实是一班特别车呢 就是将那些伤者 就是送了去荔枝角站 而接着在荔枝角站呢 就是这七名伤者 就去了明爱医院 和马加利医院那里 那里的 那是七个的 是的 那问题就是呢 其实当晚有很大的证据 很多的人证呢 就是很肯定 当晚其实是有伤者 是去了广华医院的 是啊 那如果 三个所谓去了广华医院的呢 如果根据鏗窗集的调查呢 他就是 正如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因为发现呢 原来警方 将那三个伤者 列了做一些打斗案的伤者 那 再是在这个 油麻地站那里 送了去广华医院 所以他就并没有将这三个 消防就并没有将这三个人的伤者 列了进去做那十个的伤者那里 那从而呢 令人觉得呢 是有三个人是消失了的 那这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铿窗疹 直到这一刻 他调查的结果来的这个 是 那因为那三个呢 是受伤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那其中一个呢 头上呢 有三个伤口 厚脑那里 一直都流血不止 那用了整个车那些东西呢 都好像都不够用 就变了是 那三个 那三个呢 那三个呢 经过油麻地 送去广华医院 嗯 嗯 那外面坊间呢 其实就是十个和七个 这是第一点 所以呢 震仪有三个 实在中 但是我们现场呢 就看到 他拍了很多片 有好像有一个呢 就被人打到九八铺 而之后是没有了反应的 那那个 那怎么处理呢 那其实就真的不知道的 是 所以我们就要说 首先 我们当然很多谢 亨相集的记者去调查这件事 也都找到一些相关资料出来 似乎是目前为止 就是最比较最准确的一些资料 是的 但是 但是 到底 这七个伤者和那三个伤者 往后的去向是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首先因为这些人 有一些是被捕人士 就是那七个伤者 包括其中的一部分 那因为他们是被捕人士 所以就算他们曾经是去过医院求诊 他们可能 是在警察的激留之下 是进行求诊的 那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离开医院的话 其实他们是会继续被警察扣留 是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换句话说 到底当晚如果合共有十名伤者 而这十名伤者 分别去了明爱医院 马加里医院和这个 港华医院都好呢 那这十个受伤的人 到最终是否真的全部 安全 警方是否全部都放了他们呢 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否安全呢 那这个是第一个疑问 即使亨昌集做了这个调查 依然是没有任何解答的 这是第一个疑问 是 第二个疑问就是 就是比刚才那个更加大问题 就是 到底这十个伤者 是否就是真的 包括了当晚在太子站里面的所有人呢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没错 我们质疑的就是 可能伤者是不止十个的 现在因为 正如我们都说了很多 坊间大家很努力去找了很多片 看了很多片 你就发现 因为当日 其实 我们再说一次 就是其实重复回昨天说 因为你看到的伤者呢 是伤得很严重 是昏迷的那些人 是的 也都 他们是要赶走那些记者 不让医护去救援 是 到底消防 我们不是质疑消防 就是先讲大话先 首先 就是当他没有讲大话先 是的 那么消防数的人数 是不是真的囊括得了 但是那些可能被人打到昏迷的人呢 是的 其实也有很大的担忧 就是 你当我们信消防 那么有机会是警察 连他们消防都验卖的 或者隐瞒他们消防 只是报十个给你 那你们消防数数 你都是报十个 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是大家可以当消防员 是纪律部队 可以跟他们斗抢人 首先其实 应该都是做不到的 始终都是 因为始终警察是 拥有武力的部队来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变成了 即使有 亨枪杂的 这个澄清 都好 其实依然是没有办法 完全 释除了 所有市民 对于太子站 是不是有人遇害 的这件事情 是的 我认为是释除不了 没错 因为主要就是在太子站发生的 那些被捕 因为据有些媒体所说 有一部分人 那班车 就是警察冲上来打完人之后 那班车开走了 那个车 ArabHealth 是韩序的 有些都是被警察抓住 他这个资密账 他可能能够记下来 也可能是Google 这可能是不会的 但是呢 他报告营给消防的 那十个 是否是伤者的总数呢 这个我们要来怀疑 原因就是 你把於散加入 也不料 tring 医护人 dump 所以里面有有多少伤者 自훈 可以是一个迷你 但是网友说得对 单单是有人受伤 你不让医护去救援 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件认同谋杀的事情 再加上我们再说一次 由831 其实也不止由831 831开始到今天 警察是每一天都是出来 是睁大眼说大话 是的 完全是说到不太谱的大话 因此我们完全是没有可能 在这一刻我们不是不信匡枪站 而是我们觉得那个调查 即使去到这样 都是未足够去澄清到底 当晚太子站发生的事 是 除非有完整的闭路电视录影带 是可以拿到出来 是 那当然你说有闭路电视录影带 有影响到的情况 其实还是未可以完全排除 会不会是有人死亡的 只不过是令到这件事情 更加清楚的原因 都未去到可以完全清楚了 其实现在 未完全水落石出 你只能够看到部分的水 是吧 是 那今天 那今天 那我补充 今天其实有一宗新闻 就是说有海面 好像不是发现了一条死尸 是啊 那我应该看 如果我没有看错 我看东方日报的报导 就是这个人 他说是发现了遗书的 但是这个人的死亡呢 是应该是被人绑住手 扔到海的 是的 而是有死尸 聪明的网友都会想 你做给我看吧 原来自杀可以自到 有遗书 首先说遗书 不代表那个不是他杀 有遗书 但是你怎么可以绑住自己的手 再加上砖在蒙头 再跌下海呢 这些是典型的 插庄教和的 空杀案来的 是 要找回这个 多少岁 看看是什么人 那这封遗书的内容 是吧 是怎么样呢 是吧 因为那个是北国发现的 那个尸体 是 是 用红绳绑住的手 是 就是你刚好 是 刚好你这段时间 你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大家是会相当之紧张 因为现在 严格来说 是没有人相信警察 现在基本上是 你说什么都不相信 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几天 这三天 特别多那些神秘堕楼 有成九宗 是 是 当然有一宗是年纪很大下的 就是死那个好像几十岁 就是一个女人来的 跳楼 扎伤了地下的那个女人 这样的 嗯 那这宗呢 就可能是 就是可疑 度没那么高 那其他地方呢 就可疑度大一点的 就是老实说 你这些人也验不到 因为你跳楼 跌下去的那种 撞击 就是对于那些骨子的撞击 以及你被人打的那些骨子 其实是验得出的 照常理 是 是 是不同的嘛 是 另外 是否还要说多一宗新屋岭的怀疑 轮奸事件 是 另外呢 网上也都在传 这一宗新屋岭呢 就有女示威者被人轮奸 那这次的版本呢 就不止一个 出现了几个版本 其中一个呢 就说他们一个 一对男女朋友被人拉进去 那男朋友听到那些人是 讲普通话的 轮奸的时候 那而且是 有其他警察 看到 在场 嗯 嗯 那当然呢 就是这样的说法呢 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 这方面呢 我就傾向不太相信的 嗯 因为呢 他们的说法就是 这班人呢 是大陆的武警 他们觉得 你们示威者出不回去的了 都可以杀光你们的了 所以呢 就尽情强奸 嗯 那就是 你说 是不是真的会去到这样呢 这个我也有点 都有一点懷疑 啊 因为之前有示威者被人打 就是你说呢 打他发泄 就有可能 你说是强奸埋 那老实说 呃 又很难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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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就是这个其实 应该都是作为一个保留 其实现在呢 很惨香港人 现在大家 除了那些 抗争之外 你现在 直接是要追查一些冤案 是 这个是更加不能放手的 已经不单止是 有人跳楼自杀 为了运动的问题了 再进更加进一步 现在是要直接是 要调查到 有没有人遇难 有没有人遇难 有没有人死于谋杀 死于屠杀 死于屠杀 因为他们说呢 对方 就是你就算是大陆警察也好 那香港警察呢 他们就说被人恐吓 就叫他们呢 不要出声 原因就是他们说了他们家人的电话 地址 姓名出来 我们会对你家人不利 这样说 嗯 那变成呢 那些人 就算受害者 他们的版本就是 受害者是不敢出声的 即使被人强奸怨 都不敢出声 这样说 那这个呢 是同一个文章里面说的 那我觉得有点前校矛盾 既然他如果预了你们出不回去 没命的 那他索性也不用恐吓 那如果预你们出去的时候 他没有理由 够胆让你知道他们是大陆人 就是有点矛盾我觉得 这个说法 这个阶段 就是 就 暂时 就是 觉得这个比较离奇一点点 就是传疑先 就是用一些 高度境界 就是我们其实都是 某程度上都是要当它有发生过 因为现在实在太多 可能是冤案发生了 是的 就是现在我们 当然 如果有更加多的资料 就可能会更加好 就是如果好像 亨章集记者 可以做到一些 就是 采访的资料 那当然 那件事 会更加接近真相 是 就是我都没有想过 当初 搞搞搞搞搞搞搞到 现在 大家是要去 变成 追查冤案 变成是 真的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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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折磨一些女示威者 或者女平民 因為當時清場那種戒嚴警察 就由全斗煥派下去 當年全斗煥是軍事政變 奪權之後就實施戒嚴 全國戒嚴 光州那裡特別的吵得厲害 所以他就派一隊部隊下去開槍鎮壓 鎮壓完之後就大規模拘捕市民 是普通的市民都抓的 即是你一出聲就拘捕 就像現在香港那樣 你有沒有良心的話 就衝過來 吐狂吐然後拉回去 當然光州是更殘忍一點的 因為他們是受了命令可以殘殺的 基本上是大規模的殘殺 是出現的 香港當然還沒有去到光州的級數 但是在這麼文明的社會 你不是80年啊大哥 你不是79年 你現在是19年 40年之後 你竟然會發生這麼離譜的事情 是不是 在全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裡面 哪有可能會發生這些事情 是不是 當然 我們現在是要用最高的境界去看的 即是我們是要假定 是有可能發生的現在 沒錯 經歷了這幾個月之後 大家其實都很高警覺的 知道 不可以這麼天真面對著他們 現在 是啊 即是沒有辦法 不用一個比較恐怖一點的說法 是 其實我們對於警察這兩天的行動 其實我們有些observation 就是我們認為 在我們做了一些政治分析 做了一些林鄭一些退太之後 其實他們在一個策略上 似乎是有些改變的 我想我們今天就不說警察那裡住 我們可能留下明天或者後天才說 看看有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是說831的太子站事件 另外還有一節就要說另一些事情 是沒錯 那這一節是不是來到這裡 這一節來到這裡 好 那就下一次再說 好